39岁基隆杀人未遂逃犯 简玉红去年1月在台北市街头 拿玻璃酒瓶随机攻击路人 王姓女子被判刑三年 但他却趁着医院放风的时候逃脱 由于嫌犯有严重攻击性 简警扩大全面追查 逃犯简玉红因为身上没有带现金 也没有手机 基隆警方与台北市警局合作 扩大调阅监视器追踪他的动向 初不了解 简玉红逃脱之后 路上偷了矿泉水 后来就在北台湾 漫无目的地到处移动 警方先发现19号当天 嫌犯疑似搭公车 从松山区前往台北车站 完全只挑人多的地方移动 紧接着警方调阅路上的万支监视器 发现他往万华龙山寺 蒙甲公园方向前进 根据简玉红以往的行动轨迹来判断 过去他曾经出没在龙山寺一带 当地会针对街友发放便当 身上没有携带现金的他 应该就会在过去熟悉的环境出没 警方虽然一度接获献报 说嫌犯曾经出现在内湖 搭乘蓝26公车 但调约相关画面之后 确认是民众认错人 已经排除这个逃亡路径 台湾市行大和基督警方 全面配合侦办 也出动数位科技战备中心的警力 全力追查逃犯下落 由于明天下午就是新任署长 即将走马上任 案件能不能迅速侦破 把逃犯逮捕归案 也格外引起关注